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这是网络上的一段视频 几十个人做成一排 人手一根鱼杆 一秒一条鱼 不用上耳 不用取钩 这是在钓什么鱼啊 为什么不用鱼网呢 简直就像游戏出8个了一样 这是假视频吧 但仔细找找 网络上这种视频还不少 不像是在恶搞啊 其实这些被钓上来的鱼 正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金枪鱼 它是海洋中最刻苦进化的一种鱼 它不停地游啊游 游了4亿年 终于摆脱了美味这把基因素 结果人类这个大魔王 一个老金急转弯 它又变回了美味 只用了30年的时间 它就从进化最成功的鱼 变成了最不幸的鱼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们的故事 速度最快的鱼 一般被认为是奇鱼 长着一根长长的尖刺 最高时数109麦 但是超跑哀嚎者们一定会说 抱歉奇鱼 你刚刚被一个蓝色的尾灯超过了 你好像连它的车标都没有看清 这是一条2米长的蓝骑金枪鱼 它刚刚瞬间爆发出2G的加速度 以130麦的损失速度超过了奇鱼 奇鱼金呢 我这可是1.8G的暴躁引擎啊 能在1.5秒内从0加速到100麦 比人类的超跑不加低还快0.9秒 怎么可能被超过 还没反应过来又有人说 奇鱼抱歉你刚刚又被一抹黄色的闪光超过了 你有没有看清 这又是一条2米长的黄骑金枪鱼 它一脚油门下去爆发出3.27G的加速度 以接近200麦的损失速度超过了奇鱼 3.27G是什么概念 过山车经过最低点的时候 加速度差不多是1.5G 普通人承受2G就可能出现晕厥 金枪鱼有着让一切超跑爆钢的强悍动力 在海洋中就像一颗子弹 没有人能追上它 绝对的水下战斗机 日本的一家水族馆当中 有人拍摄了一段金枪鱼的完美加速故事 注意看 可能会快到你都反应不过来 真不知道事后金枪鱼家属 有没有起诉水族馆 这玻璃没有防撞贴啊 金枪鱼是聚集性的巡游鱼类 它们对惊吓特别敏感 一旦受到刺激 就会不受控的疯狂加速 这段视频当中 可能是游客手中的闪光灯 吓到了它 造成了这桩惨案 除了完美的加速度 科学家们还发现 金枪鱼体内竟然进化出来了一套 液压转向系统 这是人类首次在脊椎动物体内 发现液压系统 视频中这些帆船是怎么都飞起来了 就连大型的游艇也能飞 为什么帆船的速度比风速还快 其实这正是因为这些船安装了水翼 水翼在高速航巡的过程当中 可以为船提供升力和侧向的推力 水翼带来的侧向推力 可以让帆船直角飘移 还能利用这种侧向推力 让帆船跑得比风速还快 美军甚至还根据这个水翼原理 设计了一个速度极快的水下侦察器 2017年的时候 科学家们说地球上最完美的水翼 属于金枪鱼 人类的水下侦察机 巡航导弹 还有很多可以向金枪鱼学习的地方 最近中国军方公布了一段导弹的视频 这个直角飘移 金枪鱼一定很熟悉 这绝对是液压系统在工作呀 金枪鱼是一台完美的运动机器 可以长到三米长半吨重 普通的也能长到一米长200公斤重 寿命也有20到50岁 它是肉食性的 食量极大 每天要吃掉自己体重18%的肉食 相当于一个100斤的妹子 每天要吃8只大烤鸡才吃得饱 它把鱼鳝和鱼鳞都净化掉了 因为它在不停地追求更凶悍的动力 跟鲨鱼一样必须不停地游泳 让海水流过鱼鳝 它才能呼吸 即使是睡着了也不能停 停止游泳就意味着窒息死亡 一只金枪鱼一天需要在海里游150公里 一年绕地球1.4圈 一辈子绕地球42圈 它甚至把自己净化成了一条温血鱼 也就是跟人类和鸟类一样 用快速的血液循环让体温恒定 这样就可以为机体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它也是唯一一种温血的硬骨鱼类 它就这么刻苦地净化了4亿年 身体中充满了血红蛋白和鸡红蛋白 它有超强的肌肉纤维和完美的脂肪组织 终于把自己变成了一颗血肉炮弹 击碎了美味这把基因索 有了血肉炮弹一样的身体 就让它变得非常容易腐败 在古代人们捞到金枪鱼后 除非是在船上直接解剖了吃生鱼片 否则等你把它拖回岸边的时候 它就已经凑得无法下坠了 更何况它也那么大 也不是一两顿能够吃完的 另外它还净化出来了一套伪装系统 它的背脊会反射出黄色蓝色或者黑色的光 肚子会反射出白色的光 这样无论从海鸟和人类的水面视角来看 还是从金鱼鲨鱼的水下视角来看 它都可以和自然光融为一体 隐藏自己 这样金枪鱼就用一腐败跑得快 难发现三重保险 防止自己变成美味 这个策略也确实非常成功 3000多年前 地中海的水手们把捕捉金枪鱼 当成一种追求刺激的游戏 那个时候水手们会带金枪鱼 回游到地中海残暖的时候 用几十上百轴大船 组成复杂的渔网迷宫 让金枪鱼游进来 然后一网打尽 那种狂欢 就像在向大自然证明 你看还是人类更厉害一点吧 狂欢结束后 水手们一般也只会割掉金枪鱼的渡南肥肉 现场吃掉 或者带上岸去吃 这块肉比较鲜美 而且不那么容易腐败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了现代 直到人类有了现代的捕鱼业 大型的船只工业化的捕鱼方法 都发展起来了 还是对金枪鱼没有什么兴趣 就是觉得这么大的鱼扔了怪可惜的 反正床上有空 带回去做猫粮吧 到完以后 一般成交价格是按一公斤几美分来结算 要是猫粮场不要你的金枪鱼 那就惨了 有一份1959年波士顿的官方记载 上面说 那些携带大型南极金枪鱼的船只 必须支付20美元 才能把金枪鱼送到城镇垃圾站 因为这个大家伙过不了几天 就会变得奇臭无比 简直就是浓缩型的金豹 金豹有多凶 可以参考我们前面的故事 即使是爱吃生鱼片的日本 当时的鱼贩子也把金枪鱼叫做 一串我不会念的日语 意思大概是猫都直接跨过去 日本贵族从来都是吃淡水生鱼片 崇尚清雅的口感 历史资料上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1930年代海钓流行 北美的沿海居民们都觉得那些又快又大又猛的南骑金枪鱼 在海里简直太威武了 于是他们互相的攀比装备 拿着像体重机一样的鱼杆和鱼线盘出海 去征服这些金枪鱼 1937年当地组织了第一届国际金枪鱼海钓大赛 每届比赛中都有50到70头大型的南骑金枪鱼 被钓上岸 平均重量都有190公斤 海钓选手们纷纷和这些大鱼合影以后 再直接把他们扔回海里 最高纪录来自一位叫做肯弗雷泽的海钓选手 他曾经钓到了一条4米长678公斤的南骑金枪鱼 这是1979年的事情 但是34年以后 2013年 一头222公斤的南骑金枪鱼 在日本拍出了310万美金的天价 这34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接着看 时间回到1972年 一个年轻人在像迷宫一样的鱼滩前转悠 他叫做钢琪晃 日本航空货运公司的一位经理 他正在寻找灵感 因为日航的飞机每次去北美 都会运过去大量的采电冰箱啥的电子产品 但是运不回来什么好卖的美国货 这太不划算了 能不能从那边运点啥回日本高价卖了 钢琪想到了鱼籽酱 鲦鱼 海胆 这些东西在北美都很便宜 突然 他听到一个妈妈跟鱼饭说 要吃红肉 白肉不好 牛肉比鱼肉好 欧美人都是吃牛肉的 钢琪一下子就有了灵感 他知道了 他要找的就是金枪鱼 首先 金枪鱼一连绕地球一圈半 身上的肉都是又紧又鲜的红肉 其次 日本战败以后 经济腾飞 老百姓们又崇拜欧美 牛肉 这可是明治时代引进的欧美贵族食材啊 现在老百姓也吃得起了 大家不差钱 第三 把金枪鱼从北美运回来 忽悠一顿 这可是北美货 海上牛肉 赤身之王 老百姓绝对买单 第四 日航的飞机上刚刚装备了大型冷链 保鲜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 金枪鱼在北美是需要20美金才能处理的垃圾 简直是天才一般的营销策划 于是1972年8月14日 驻地市场首次拍卖了五只来自加拿大的南奇金枪鱼 最终拍出了4万美金的天价 钢旗笑开了花 很快 日航的飞机上全部装上了冷链系统 接着北美的渔船 日本的渔船 全世界各地的渔船 也纷纷装上了冷链系统 捕捞金枪鱼的船只 直接在船上处理 冷链运输 卖给日本人 这简直就是在抢钱 故事最开始 那种用鱼竿一条一条钓金枪鱼的方式 就是为了保证最鲜美的新鲜度 因为如果用鱼网捕捞 金枪鱼被网困住以后就会窒息死亡 体内的血肉炸弹爆炸 等于上船的时候 肉质就已经不行了 恰好金枪鱼群有抢食的习惯 如果找到一群正在巡游的金枪鱼 把大量的诱饵撒下去 然后你用一根没有倒钩的钩 就能一秒钟钩上来一条 最极品的金枪鱼是南方南起金枪鱼 尾巴下面泛着亮蓝色的光芒 非常好看 主要在南半球巡游 它的赤身是最甜美的 极品中的极品 但放心你一定吃不到 因为2017年的时候 科学家就说 这种金枪鱼已经比野生大熊猫还少 预计到2022年彻底灭绝 第二极品的是大西洋南起金枪鱼 背起和面颊的地方泛着蓝光 主要在大西洋巡游 这也就是钢琪晃当年最先引进到日本的金枪鱼品种 本来非常多 多到在北美都是垃圾 但是2017年的时候 已经是宾威等级的物种 拍卖会上拍卖的也都是这种南起金枪鱼 它最好吃的据说是杜兰 再次一集的是太平洋南起金枪鱼 它又分东泰日本金枪和西泰美国金枪 日本人认为东泰的更极品 这种金枪鱼虽然也叫南起金枪鱼 但已经没有上面那两种极品南起 那么好看的光泽了 它的脂肪非常好吃 也是所有金枪鱼当中的脂肪之王 接下来就是次一等的金枪鱼了 也是我们努力一下能够吃到的 第一名黄鳍金枪鱼 它的鱼鳍泛着黄光分布横广 它的肉有种粉中带黄的感觉 口感轻壮 夏天做成生鱼片特别好吃 那个年年三百万美金 买金枪鱼的日本老板 经常就会呼吁 索马里海盗放下枪炮 拉起鱼竿 索马里的黄鳍金枪鱼很值钱 现在它是净威物种 和白犀牛是一个等级 但是猎杀它竟然不犯法 第二名 大眼金枪鱼 眼睛很大 异威等级的物种 口味清淡 脂肪比较少 口感很劲道 有点像牛肉 秋天而冬天 用这种金枪鱼炖火锅 吃金枪鱼头 烤鱼像吧 简直是极品 第三名 长崎金枪鱼 它有一个很长的腹起 静威等级的物种 比较小 大概一米长 前面的那些金枪鱼 都在两米或者两米以上 它的肉呈粉白色 脂肪丰富 肥而不腻 这就是所谓的正宗白金枪 寿司店老板给你吃的白金枪 一定让你恶心过 具体原因我们后面会说 第四名 肠尾金枪鱼 它的腰身和尾巴 看上去比较长 全肠一般在0.7米以下 中国南海特别多 野生数据不明 应该还挺多的 这种金枪鱼 一般就是你在寿司店能够吃到的了 肉的颜色很淡 口味也非常清淡 吃到嘴里 基本上就是酱油和芥末的味道了 炖汤还行 下巴上的那块肉很极品 第五名 黑骑金枪鱼 背骑上泛着黑色的光 很小半米左右 主要分布在大西洋 百慕大海域非常多 保护等级是无微 肉有点苦 还很利 但颜色相对红 好面子的寿司店 一般爱用这种金枪鱼 第六名 镇尖金枪鱼 这其实不是金枪鱼鼠的品种 而是尖鱼鼠的 全世界都有分布 海里很多 金枪鱼罐头99%都是这种鱼 口味就不描述了 大家应该都吃过 很腥还很柴 你在自助餐里 一定吃过这种 所谓的白金枪 其实 这根本不是金枪鱼 是鱿鱼 学名叫做 翼宁蛇青 它的肉里面 有丰富的天然纳脂 纳脂人类是无法消化的 也就是说 你晚上吃多少 第二天就会 纳出来多少油 吃多了会导致未经难 甚至是危及到生命 日本和西欧 已经将这种鱼 列入了禁止食用的鱼类 主要用来体炼工业润滑器 但是市面上有很多商贩 把它当作高价的雪鱼 和金枪鱼来出售 其实 侧面想想 这也是好事吧 我身边的朋友都说 金枪鱼太难吃了 吃累东西干嘛 如果 刚起晃 当年从北美 运过来的是这种东西 现在金枪鱼 也不会濒临灭绝了吧 从最成功的鱼 到最不幸的鱼 也许 这是一片金枪鱼的木之鱼 但也许 它们还在进化 将会游到更深的深海当中 去到某个甜蜜家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 夫人说 一边保护 一边吃播 看来你的嘴巴 比良心更诚实 感谢观看